这是一份十分无聊的工作 小人直接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屏幕发生警报 58号喜得第一名 98号惊奇地看着天花板 只见一个巨大的夹子伸了下来 直接就将它夹到了上一层 这让98号顿时十分的好奇 面对上一层也有一些渴望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98号非常拼命地干活 希望自己也能晋升到上一层 在好几天的努力后 98号在屏幕的排名快速上升 看着自己的排名更加地有动力了 终于就在这一天 98成为了第一名 十分开心地张开双臂 等待着夹子的到来 98号终于如愿以偿 来到了上面这一层 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好 还有这独立的办公室 和喝不完的咖啡 真的是太好了 于是98号就更加努力地工作了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98号慢慢失去了新鲜感 就连脸上的笑脸也慢慢消失了 可是这时 屏幕上再次发出了警报 看来每一层都有不一样的竞争 98号想要更好的生活 那么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必须要想尽办法 将这一个十分枯燥的工作 克服无赖 大家自立的地盘 大家在开完整的地方 对我一切实际上的地方 同时的资源 等于是30分钟 在这里也说 我们对我不能赔了 我们是更加努力地工作 不再做一个也计划 其实最安心的口令 当地都满虽的 看到我们的家库